大家好,我是刚子 今天在叔叔阿姨家里边 我们吃了一顿油面鱼粤 这个是特别健康的一个食品 今天还给大家能分享一个什么呢 我说那个桥面吧 桥面,也是咱们粗粮的一种 桥面咱们做成什么样的 我们想做成那个毛耳朵 咱平常也吃这个白面的毛耳朵 今天咱们吃一吃这个桥面的毛耳朵 那广大网友 我们就随着叔叔阿姨一起 做一下我们的桥面毛耳朵 咱们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就是这个桥面 这个桥面呢,它这个颜色 有点黑,发点黑 然后这个桥面呢 它里边要参一点那个白面 没有白面的话,它这个不静等 我们在这个桥面里边 比你和上一点白面 对对对,它这样口感吧 做的时候也好做,这个静等 拿这个凉水就可以 今天和上次咱们做的这个油面还是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 那个是开水,这个是凉水就可以 也是把这个,和成这个面絮 也是和成这个面絮 对,稍微的软一点 对,这个叫搓这个毛耳朵 对对对 所以要面稍微软一点 对对对对 我看这个家里边叔叔经常是 经常和面吧 还行 它这个面有点盐 发粘的 对对对,它有点盐 好了,现在基本就这样就好了 这个饧面的这个功夫呢 我们打算做一下这个配菜 这个菜呢 我们就打算做个salt 土豆,豆角,西葫芦,木耳 对对对,我们把它切个小丁 我们先把扣点切成小丁 对对对 土豆,土豆也切成这个小丁 这个灶子一般都是切成那种丁状 对对对对对 这样不是吃着以后 和这个毛耳朵不是,它那个挺大的 对,非常大的 对对对 西葫芦 对对对 对对对 切成这个小丁 把菜放在这个里面 配料药会用到蒜 对对对 切点生料 好 这样菜几倍就好 我们现在准备做这个毛耳朵 正好对配菜时间 醒面的时间都差不多 对对对 面已经醒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做毛耳朵 我来配合你做哈 夫妻合璧 先把它拖成细的长条 对对对 那说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对对对对对 这样子 弄这么一点 这是手上 这么一搓 嗯 开始搓毛耳朵了 这样子 那么一揪顺 设置在自己的手掌里边 这么一搓就可以了 对对对 一般人还搓不了在手上 我们原来做的时候就在案板上搓 或者下面弄一个小小帘子 小壁子那种 对对对 没有这样搓 这样搓一下好吃 比较滑 这个真是叫纯手工了 对 连这个毛耳朵都是在自己手上抿出来的 对对 垂手工的 我们从小受父母的影响 经常做这个 所以一般人都会做这个 不见吃这个还比较流行 对还比较多一点 很快我们的一团面 就变成了一案板的毛耳朵 现在我们准备做这个扫子开火 我们看这个树架吃油还是比较少的 尽量少吃一点油吧 嗯 我们现在把这个蒜和这个蒜香 对爆香一下 爆香之后 我们把这个菜给放开 再炒一下 炒一下 炒一下以后 放一点 蒜香 放一点 蒜香 放一点蚝油 炒一下 炒一下 炒一下以后 放一点 不摘香 放一点 蚝油 supplements 炒一下 芝麻 Prior 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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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 炒一下 就是炒一下 炒一下 对 炒一下 粉 在金泰蚝油 对 这边是红黄白饼酱 花一个青黄的酱 有的鱼肉 它里面就是红黄白饼杯 全都有 然后放上开水 稍子呀 咱们这个稍子是带汤比较多一点 对对对 这样咱们就是吃饱饭多还带着喝汤 对 对呀 这个菜大约就是 十分钟左右吧 它就熟了 就是开了以后咱们在小火煮上十分钟 对对对 你开始煮这个 这个十分钟左右 它这个菜已经熟了 我们现在就去关火 关火 咱们就开始煮毛耳朵了 煮的时候必须这样抖一抖 因为它要护锅 它这样抖一抖它不护锅 会护锅 对 抖上以后这样搅一搅 盖上这个锅盖 开了以后 解开 解开以后上三分钟就好 嗯 这也比较容易熟 熟 对 调面在煮的时候 会洗出来这种比较多的沫 对对 嗯 它现在看着 有点黑 对 这就是正宗的桥面 正宗的桥面 对 那咱们和这个面的时候 这个白面的比例是 五分之一吧 白面和桥面的比例大概是一比五分之一 就是那个桥面多一点 白面少一点 关火是没出锅 对 出锅 这就上饭了 开始浇菜 这个比较 这个汤一浇上就觉得食欲就起来了 对 这个汤多点 嗯 你不汤多点不好吃 汤多了比较好吃 大家好 我们的桥面的猫耳朵就做好了 来看一下啊 嗯 嗯 它这个吃的有点粗糙 就是这种 面就是这种 嗯 怎么说呢 它不像白面那么细腻 哦对 它入口啊 比较粗一点 嗯 对 它这个吃得上对身体特别好 就是 别看它不好看 对 但是它对人特别有好处 对 它吃上你嚼 越嚼越有劲的 刚才闻到这个 书说这个辣椒油比较香 嗯 我给它来上一勺 对 然后呢 再点点点醋 这个芝麻盐也看着不错 嗯 很香的 嗯 是非常香 有那个小木香油那个 嗯 这个都是过火 再炒一下 炒一下 点棉的 就是拿擀面杖啊什么 就把它点碎了 对对对 这个吃上那个香油要好处啊 嗯 嗯 酸辣开胃 虽然是一道普普通通的家常的粗糧 但是呢 吃的你的胃口呢 是别样的感受 再次呢 我们也特别感谢牛叔叔和张阿姨 给我们分享的这种 两道粗糧的这种做法 同样呢 我们也为我们的叔叔阿姨准备了一个 我们的这个料理器 啊 谢谢 对咱们做菜啊 各方面 以后会更方便的 也感谢你对我们广大网友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